在我們後面是我們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還有王畢生王副組長 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 那我們從昨天到現在所經歷的一些事情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總共有新增了8例 8例的確診案例 那7例是境外移入 那1例是本土 那另外就比較不幸的消息是 除了昨天晚上的1位確診病例的死亡 那我們又增加2位 所以總共有5例到現在目前為止 大家就知道前面的2例 到昨天晚春記者會之後到現在 有3例的死亡 那總共在這個這個8例裡面 大概是有三女四男 年齡介於 境外 境外移入是三女四男 年齡是20多歲到70多歲 入境日介於3月2日到22日發病日介於3月6日到26日 那個案發病前後活動的地點包括是 英國、美國、菲律賓、埃及 那其中5人與群聚的事件有關 那英國2位 那美國有3位 那在這裡面新增的案例就是300 300案例我們今天是299開始嘛 300案例是跟257、258 就讀在英國的同一所學校 那返國前與案58 與案258密切接觸 所以案300於3月22日入境時沒有不適的狀況 不過還是列入居家檢疫 那25日發病 26日有衛生單位安排採檢 那於近日確診 那該校相關的就有三人的一個確診 那另外 另外是案302 案302這也是在英國 案302跟前面的152 222跟225 即案272 222到225到27 即272 前面是有這個 就是總共他應該有6個嘛 對 前面有等6人就讀在英國的同一所學校 那也成一同聚餐 所以案302即3月16號返國 至今沒有疑似的症狀 但是因為他們整個一群有同意在英國有一起的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經驗 所以我們主動的去採檢 所以是陽性 所以這個群聚裡面總共英國這個學校裡面總共有7位 有7位 於3月7日到19日 於案182 一起到美國的 Colorado 就是說去滑雪 那該團總共有10個人 那兩人返國後 分別於3月20日 即26日發病 那經過衛生單位安排採檢後確診 為期的旅遊的群聚 那這一團裡面現在目前就有3位 3位是確診 那案305 自2月8日到34到菲律賓去探親 那期間與案164 密切的接觸 那案305返國後 以3月24日發病 那經採檢 今日確診 所以基本上 那案3 主要另外一個是 案299 案299 那案299是案 269 大家知道 269 269 我們認為是從菲律賓的277傳到269 那269是我們那個交通局的人員 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 那也就確診 那這個是我們的本土的案例 那另外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就在 武漢的 武漢的 就是應該是從上海返回的 專機 這是有153人 反台 那同時都集中的檢疫 那這邊大概是10點出頭到 那中間當然中間有一些單戈 那最大10點出頭到 那不過大概這次比較快大概一個半鐘頭 就從機場就離開了 然後到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那這邊也要特別 謝謝我們那個布立桃園醫院 的陳志昌副院長率領的6位 的急診室的醫師 所以到了把他們安頓到房間去之後 那就到房間裡面逐一的採檢 大概也應該弄到今天早上4點多吧 所以檢體送到我們昆陽來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是5點 那我們的人員也就集數在6點裡面 就開始集結 那今天早上我們總共這樣驗下來 153位有3個檢體 上面裡面那個檢體 可能那樣的一個品質還不夠 所以3個檢體重採再重驗 那另外150個檢體都是陰性 那我們就看那個3個檢體怎麼樣 好 那另外第三件事情 再跟大家宣布 大概我們的口罩 有關於口罩 現在大家都關心口罩的生產量 慢慢也跟上來 所以我們也決定 從4月9號起 換起來之後下個禮拜四 下個禮拜四起 就是第一個就是 小孩大概我們就原來是 一個禮拜七天五片 那為了讓大家能夠更方便 就讓它變成是14天10片 就一次可以 就去購買 可以買兩個禮拜的量 那量是14片 那變化比較大的是大人的部分 大人的部分 我們本來是7天3片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量 也覺得這樣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是14天9片 14天9片 所以在買的 買的那樣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一次不用這樣子 天天每個禮拜都要去排 就兩個禮拜你隔一週 那量也比較多 那另外我們以前是 小孩子的 就可以去買大人的口罩 是小孩可以買 反正現在都沒差 現在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 你要買大人的就買大人的 你要買小孩就買小孩 不管因為大家這段聲音還反應 有人臉比較大 有人臉比較小 那與其這樣的一個分割的規定 不如就把這個規定把它放鬆來 讓就是不管 如果你有一個健保卡 你要買小孩的 就是可以拿小孩口罩 10片兩個禮拜 你要買大人的 就兩個禮拜9片 那另外呢 我們在裡面就是有這樣子一個單雙號 買的是說 135是單號買 246是雙號買 禮拜天大家都可以買 那我們現在感覺說 每一天大家都可以買 每一天大家都可以買 所以在這裡面應該讓大家購買的量 也會比較夠了 另外 大家也可以就是說 比較方便一點 不過我還要特別的呼籲這樣的量 其實算多 像我上個禮拜就開始講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看到 這種被丟棄的這樣的口罩 其實蠻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準接的使用 那應該好好去保護它 能夠重複的使用 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維持它的品質 也可以讓它 有很好的防護的效果 不要因為拿到比較多 而產生一些浪費的現象 全世界都在缺 我們這些慢慢慢慢這個量 已經可以補上來 方便性 我相信也會越來越好 尤其在我們這樣的一個線上 的採購 我們可以讓它越來越方便 更多元的方法來做 我們現在也都在研議中 所以這樣方便性夠量也夠 我還是要呼籲大家要準接使用 準接使用 那在這兩個禮拜 大家對於是關心說海外的親屬 海外的親屬 那前兩天我一直跟大家講 院長對這事情一直有關心 那我們也是積極的就是說 在想一些方法 可以讓它更方便的 來使用 來就是說能夠給它的一個親屬 那我們現在就決定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是 成人開始大概4月9號 我們就兩個禮拜是9片 那等於是一個月18片 兩個月三六片 那海外的我們就在二等親內 可以來寄 那我們一次允許它可以寄30片 一次可以寄30片 那為什麼這個量 這是兩個月的量 那兩個月本來是36片 可是你這樣子購買的一個順序 跟它的機會 所以我們抓了一個30片這樣的一個量 換句話它等於是兩天可以用一片 那為什麼要把時間拉到 在國外父母然後他的 或者他的小孩對他很關心 二等親內對他很關心 那確實也很缺乏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抓兩個月可以 可以這樣子郵寄30片 30片 那相關的一個簡化報關 那些都已經把它都簡化了 都已經簡化了 所以這個方便性有 不過因為郵寄的費用實在是很貴 那剛剛我們報有多了三位 信的有三位是 那就一位 是案34 那一位是案108 一個是案170 也跟大家這樣子做這樣的報告 那 好 那我們就先報告到這裡 大家有疑問可以提出來 好 來 大家好 自由時報提問 首先第一個想問就是指揮官這邊 剛剛有提到說我們新增 就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新增三個死亡個案 那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他們的病程 還有說這些個案是不是有嘗試使用 一些特別的藥物治療嗎 那目前我們治療這些住院患者啊 就他們使用的藥物是 收治醫院自己決定呢 還是指揮中心這邊會統籌 然後建議做出決定 對 那第二個問題是 昨天指揮中心這邊有提到說 確診的案277案269 還有案277的父親 他們有一起喝咖啡嗎 那今天早上那個交通部這邊有提到說 我們指揮中心並沒有對案277的父親做採檢 所以他們想要對指揮中心提案 就是說希望可以對他們來做採檢 這樣就對他的父親來做採檢 那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他們三個人是一起喝咖啡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案277的父親做採檢呢 是因為他沒有症狀嗎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因為現在有一些人是無症狀感染者 那這樣子的採檢原則會不會有一些疑慮 那交通部的提案我們會接受嗎 謝謝 那這一部分當然最後還是要 醫療的醫師來做決定 不過我們現在大家都討論這麼久 我們這個觀念先去一致了 那基本上他現在已經居家隔離中 那今天我常常講就是說 在沒有症狀的時候 可能採檢的效果差 既然在割局已經匡離開開了 那我們就是說現在沒有症狀 我們就先不採 那有症狀我們就會立刻採 當然有些人會擔心說現在是不是採 能夠讓大家安心一點 那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有一些偽陰性的情況出來 反而讓大家掉以輕心 那反而不好 那另外呢 有關於這個三個案例的情況 基本上都有慢性病 那我們有用藥的指引 那醫院在專業的採檢 那我們是不是請自豪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案34 各位應該還記得他在入院的時候 其實心臟就已經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他這裡面後來雖然是說 經過醫院的細心的治療 他肺炎有明顯的改善 那原先 那想說他這樣子應該是會有可能會好 但是他心臟真的是 本來就是末期的心臟衰竭 那雖然是極力的搶救 但是到後來雖然肺炎明顯的改善 那但是 那的確是心臟的問題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把它挽救過來 後來他還是主要是心率不整心衰竭而往生 那案108 如果各位記得的話 他是一位到那個奧地利 然後跟捷克這部分 有的一個導遊 那他本身的體重是比較重 我們知道體重比較重的時候 有的心肺功能是比較差的 那他在3月25號的時候 開始就是情形就變得比較不好 就開始呼吸窮迫 那這可以看得出來是 大概是嚴重的肺炎 那他很不幸就是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那因為嚴重的肺炎而往生 那案170的時候 他是一位去西班牙旅遊的一個旅客 他本身在這之前有癌症的病死 那他在住院 住院的時候就開始有肺炎 那他在住院的過程當中 的確有使用 大家所問到的這些 還說C-chloroquine 就是那個不曉得叫什麼 什麼奎凝的那個藥物 那但是他在情形沒有好轉 他在這時候也複蓄的轉入加護病房 那後來的時候 那很不幸的就是看起來 多重器官的衰竭 那主要還是肺部有非常嚴重的近潤 那在昨天晚上很不幸的往生 那除了案170 在這裡頭我們知道所有 剛才我所提到的Hydroxychloroquine 那另外的兩位的話 是比較看不出有特別 其他使用特別特別的藥物 部長好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針對居家檢疫的隔離 隔離電子圍離系統 現在頻頻傳出他的手機定位 有些錯誤甚至收訊不佳的情況 讓基層人員忙翻天甚至會誤判 他已經離開了 不曉得指揮中心目前有沒有一些改善的措施 讓這種手機圍離系統偏離的狀況可以改善 以上謝謝 這個我還是要再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按照統計數字 因為每天都有 資安處都有做一些詳細的分析 其實真正的誤差的這個錯誤率 其實是不到1% 這個要特別說一下 那也曾經跟大家說明過 因為那個電子圍離的系統 其實是透過5家電信業者的基地台的方式 來去做定位 所以他有他原始條件上的這個 比較弱的地方 這個我們也已經 跟資安處也已經再找了5家電信業者來 想辦法再來看能不能再提升 不過現階段我們透過幾個方式 可以讓基層的遠景跟民政的體系 去減低這個不必要的這個奔波 就是第一個去做那個電子圍離系統的這個判渡 從他24小時軌跡去看 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也透過雙向簡訊的方式 可以讓這個當事者可以去做回覆 這樣子也可以去減低這樣的一個 不必要的困擾 實際上產生的這個比例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不是外界所傳的這樣子 那我們也實際去了解桃園跟新北 真正的這個誤差的這個狀況 並沒有這個外界傳的那麼高 所以這點也還是要特別再講一下 那還是很謝謝我們的遠景跟這個民政 這也是我們在這段時間特別拜託遠景 一定要去情務中心一定要去把這一塊補齊 所以我用一個案例來講 曾經有一個案例 其實他離開 這個解除隔離的 解除他居家檢疫的時間 只剩4個小時 但是這個個案關機 那也是被我們的遠景查出來 跟民政體系共同合作 把他找到 所以那個個案 因為連這個 雖然他離解除這個居家檢疫時間 剩4個小時 被我們抓到之後 他還是依照那個時間 依照我們採處的這個基準 所以那個個案採處了20萬 所以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跟我們居家檢疫者拜託 就是你真的這段時間 大家一起互相配合 好的 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正在召開的記者會 跟一般民眾比較有關的 就是以後買口罩的規定 從4月9號開始將有一些變化了 就是以後不用分身份證的單雙號 成人每14天可以買9片口罩 兒童是14天可以買10片口罩 而且是不分要買大人或小孩 這是給大家的方便 另外 在今天確診人數方面 增加了8例 累積確診人數到現在已經破300 來到了306例